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6月30号礼拜三 我们新眼光的进度 来到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13节 我们一起用现代中文译本 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弟兄姐妹们 我要你们记得 我们的祖宗跟随摩西在旷野所经历的事 他们都在云彩的保护下 平安过了红海 在云中在海里 他们都受洗归于摩西 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 喝了一样的灵泉 这泉是从跟他们同行的属灵磐石上 涌流出来的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为上帝所喜悦 因此都倒闭在荒野间 这一切是都是我们的见解 警告我们不可像他们那些贪爱邪恶的事 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去拜偶像 正像圣经所说 这人民坐下大吃大喝 狂欢作乐 我们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荒淫无耻 他们因淫乱的罪 一天之内就有两万三千人倒闭 我们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试探基督 他们因试探他而被蛇咬死 我们不可像他们某些人口出怨言 他们因口出怨言而被执行毁灭的天使杀了 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都成为别人的见解 也都记载下来作为我们的警戒 因为我们正是处在末世的时代 所以谁自以为站得稳就该小心免得跌倒 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 无非是一般人所受得了的 上帝是信实的 他绝不让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 当试探来的时候他会给你们力量 使你们担当的起 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 今天这段经文保罗他是引用以色列人在旷野 拜偶像犯罪的经验来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也不可以随便犯罪 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滥用自由 我们应该要效法基督成为众人得救 成为众人的榜样 为了要带领更多人来得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保罗他说 他为了得着怎样的人 他就做怎样的人 为了要把他们能够带进上帝救恩的里头 但是同样的 当面对这么混乱的一个社会 其实保罗他也提醒 我们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也必须要活出圣洁 因为我们是被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上帝为圣的百姓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 从罪恶当中赎回来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出圣洁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 很重要的就是保罗他说 第五节 他说我们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 所以我们的生活 要符合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 既然我们要成为被上帝喜悦的人 那么我们的生活 就要符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那么上帝对我们有哪方面的要求 其实圣经上面 对我们各种生活伦理上面 都有很清楚的教导 比如说十诫 旧约的十诫 比如说新约耶稣 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 耶稣基督山上的宝训 除了八福之外 耶稣他也教导我们 要如何在地上要有好的见证 要有好的生活伦理方面 来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 所以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教导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 能够符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使我们成为上帝所喜悦 被上帝赐福的人 另外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 保罗他也很实际的对格林多教会的信徒 做了很实际的教导 第一个就是保罗他说 你们不要贪恋恶事 贪恋一些邪恶的事情 这些恶事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去伤害别人的事情 即使我们或许会做了这些事情 为了自己利益伤害别人 即便让自己暂时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我们若是不悔改的话 我们若是不行手在上帝旨意当中的话 我们一定会尝到恶果 一定会尝到恶果 所以保罗他警戒我们 不可贪恋恶事情 恶事 邪恶的事情 另外在第七节当中也讲到 保罗他很清楚说 我们不可以拜偶像 即便生活在拜偶像的文化处境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 拜过偶像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罐头 搞不好人家拜过给我们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或者是有些外邦人 他们以前吃那个东西 已经吃习惯了 到底能不能吃 保罗并没有很严格的限定 保罗只是说 你吃了会让人跌倒 你就不要吃 你不吃会让人跌倒 那你就吃 但是对于拜偶像 保罗却是非常严格的禁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拜偶像 是出于贪婪 我们在这边写说 是出于狂欢作乐 大吃大喝 我们知道若是有不对的宗教 我们就会产生不对的信仰态度 所以不要拜偶像 我们不要拜偶像 另外保罗第八节也讲说 不要淫乱 不要发生奸淫的事情 因为这样是对配偶不忠 会伤害家庭 也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立约 第九节他讲到 不可试探基督 不可试探基督 试探主是什么意思 就是明知故犯 不知悔拐 继续犯罪的意思 所以我就像圣经里面的亚拿尼亚两夫妻一样 他们是试探圣灵 试探主 结果当场就惨遭恒祸 以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走一走会突然间倒下去 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想到 原来血氧浓度突然间掉下去 我们以前看圣经觉得不可思议 亚拿尼亚他们两夫妻立刻就死掉了 哇 今天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才晓得现在活得好好的 但是可能下一分钟我们就死掉了 因为缺氧 因为我们的血含量突然间掉下来 所以这个都是事实的事情 我们千万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不能够试探主 试探主就是明知故犯 不知悔改继续犯罪 我们失去对主敬畏的心 所以到最后一个就是 第十节讲到不要发怨言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 结果不仅让团体受到很大的伤害 受到很大的破坏 他们自己也死了好多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 所以求主帮助 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要发怨言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发怨言 我们要常常说祝福正面造就人的好话 特别在我们现在社会纷乱情境冲突的过程当中 在教会里头 在家庭里头 我们一定要常常说祝福正面 能够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不可以试探主 所以我们要心存敬畏上帝的心 我们要紧醒的心来服侍主来过生活 我们不可以拜偶像 不可以淫乱 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活出圣洁 因为只有圣洁才能够带出能力出来 我们不可以贪恋恶事 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出诚实 活出正直 我们有明辨是非 我们成为一个行出公义的人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 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被上帝喜悦的人 我们绝对是满有上帝恩典力量充满的人 上帝会不断带领我们走前方的道路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处境 上帝都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被分别为圣的百姓 是大有能力的百姓 好好在这个世界有限的时间 好好为主做见证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也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 来荣耀你 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圣洁 主啊让我们透过每天的认罪回 生命的调整 透过对你话语的遵行 我们成为一个被你所喜悦的人 被你分别为圣 成为大能的子民 来荣耀你 来见证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